阿興姐 最近都有一些被囚禁的人 釋放出來都是投訴 其實今天裡面都有不人道的事件 阿興姐你自己本身都是太平紳士 以前有沒有接過這樣的投訴呢? 我就沒有接過 所以我是很希望 如果有關的人士或者什麼 希望他可以聯絡我 讓我們接到這些投訴 但是就算我在報紙上或者在傳媒看到 我都準備寫信給當局 尤其是有件案件就現在上了法庭 我們是不可以去評論 但是這些是令人很震驚的 我覺得在香港的監獄有這樣的發生 對於香港的整個聲譽 各樣東西是很差的 因為這些是 但是總之現在在法庭審定 我們不可以怎樣去評論 不過就是我會作為太平紳士 就算作為一個市民 我都會盡力跟進 我亦都明白很多在台人士或者家人 在這樣的處境 或者他自己是不太敢出聲的 但是我都希望有些方法令到我們拿多些資料 而我們是會要叫當局去交代 還有最重要是不要令到這些事情再發生 因為這樣是令人非常困擾 當然我們民主派或者其他有些人是因為參加選舉 其他原因是現在在坐牢 或者都未曾判罪 但是都是被關押了三年 他們我們就沒有聽到有這樣的對待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希望有關人士 如果是可以或者給我們一些資料 是讓我們大家可以積極跟進 不過現在法庭也都在審 希望到時也都會有些資料會出來 但是這些是令人非常震驚 和非常關注的事件來的 其實香港今天的環境你覺得怎麼樣呢? 是不是有很多類似的投訴? 我自己也是做了太平紳士 因為當年是彭定康總督委任我的 1997年一直做到現在 又去巡視 我去看到那些一般不是那麼差的 但是當然有人就說 當然了 你要看人家洗光太平地才讓你看 或者當然也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就 就是我跟其他人都談 有些都覺得未必是那麼差的情況 不過呢 但是也都可能 好像現在最近報導講出 就是有些人是被虐待也好 很差的對待也好 這些事情是有發生 那我們希望這些事情是不可以發生 現在不應該被發生 還有如果有發生的時候 是可以被它暴露出來 令到社會公眾知道 而當局也要問責 現在那個懲教署的紀錄部隊的聲譽都不是那麼好 是不是一般都是這樣呢? 懲教署就是 當然每個紀錄部隊都有些人批評了 但是其他部隊呢 我相信的批評就更加多了 所以就 但是我覺得是 尤其是現在有件案在法庭 我希望大家都要很小心 還有我希望當局是要交代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這樣的事情呢? 就是告訴社會聽 有些什麼他們會做 令到這些事情是不會再發生 那在立法會你知道 現在我們民主黨 或者都沒有民主派的人士在議會 但是我都希望議員呢 是會在議會裡面呢 都是跟進這些事情的 另外呢 之前都有提及過那個垃圾精肥 今天都看過那些局長都說 哎呀 如果人家測試那些 垃圾沒穿過洞啊 不合規格啊 他動不動地想報警去查 你怎麼看? 我覺得很奇怪 有些事情你叫人做 然後呢 就說你做什麼呢 我又要找警察抓你了 這樣 那當然有些人是提到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說不對 你可以說的嘛 但是不需要出來嚇人家 就說你講這些事情 就可能你是犯法的了 就抓你 真是哎 其實這件事你看 我聽到在電台 聽到有些飲食業那些 就是政府好像做了10年去研究 那那個人就說他痛苦了10年 那現在來到要搞了就更加痛苦了 但是當局呢就知道這麼多人這麼痛苦 現在就押後4個月了 那就 就是局長今天在電台都說呢 就說有些地方的國家已經做了50年了 那我們香港搞到現在 有些人還說研究了20年了香港 有些人說10年 那但是搞到現在 今時今日都起不了佈 那其實呢 我相信其實很多市民最關注的呢 其實呢 你冤禮這些市民說他們不緊張環保呢 這個不對的 而是有些很多人呢 是真的想去減少廢物的 那你當局要幫他忙嘛 那所以就是說 個個都說如果我家樓下 是有些三色箱啊 或者有些其他的東西 可以給我拿些東西下去 玻璃瓶也好 報紙也好 塑膠的東西也好 電器也好 給我拿下去 那我就少了廢物在家裡了 就不是說要研究用什麼袋 去帶著那些廢物 因為市民說 我們現在經常都 有時候去買菜也好 買水果也有些袋的嘛 很多人現時都是用那些袋來代垃圾 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東西不研究 就研究去代垃圾的袋 就是如果你看其他國家做法 人家不是最緊張的 就是放垃圾的袋 人家最緊張就是有什麼方法 使得那些市民在家裡 可以把一些廚物 或者把一些紙 或者把一些塑膠的東西 或者玻璃瓶 是可以分開了 甚至拿去回收 那如果那些收回收得了 剩下來是沒有回收的費物 就很少了 是這樣減費嘛 不是說你用哪個袋去代 然後或者叫管理公司 或者叫清潔工 要拆開一個大的垃圾袋 看看小的袋 看看袋裡面 是不是用那些政府指定的袋 去包著那些廢物 不是這個嘛 所以我都不知道為什麼研究了十年也好 什麼都好 都不想到這件事 因為很多市民其實真的想拿些東西拿去回收 但是他不想去走二十分鐘 玩著幾袋垃圾 這樣去搞嘛 那當局又不理那樣 只是說明天告訴你 怎麼放些東西進去那個垃圾袋裡面 那我相信這個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其實他不是沒有搞清楚 他是沒有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去方便市民 把那些可以回收的廢物 是拿去比較近的地方 交給回收的當局 而真的收了之後 真的可以去回收 因為以前很多年都說有三色桶的 有些大型的屋苑 但是有些人看到 就是你放進去三色桶的垃圾 那有些人來到收的時候 就將它全部一起 丟掉下去 那就浪費了 你這麼辛苦把它分開了 但是有時候當局就是不讓市民 覺得它是很緊張很嚴肅的去處理 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回收 就是告訴別人 某種某種某種廢物是可以回收的 你交下來變成你家裡的廢物量會少了很多 而更加重要的其中一樣就是處遇 因為很多人都煮菜 在家裡有很多這些廢物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辦法拿去處理的 那有些人現在還說害怕 怕日後如果真的要收錢的時候 哇!有些人可能把東西 丟掉下去那個廁所 沖了去的 那時候就變成塞了 那就更加大件事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四個月 四個月可以幫到什麼 其實如果當局是可以很積極地搞多些 很多很多的回收點 令到市民是可以把那些可以回收的東西 拿下去呢 那我相信市民就會明白多很多了 原來你真的幫我們去回收了這些廢物的 那我真的剩下的那些 要收錢的那些呢 是少很多了 還有那些廚餘呢 你也都幫我們看看怎樣去處理 就是很多人家裡很多時候煮菜啊 或者吃水果啊 吃什麼都有很多 那怎麼搞呢 現在大家都想不到 嗯 但是現在那個政府你都看到 民間最少要做一些回收廠呢 都沒有機會給它做啊 又沒有土地沒有地方啦 又必遷啊這樣 這方面我不是專家啦 我都不知道它是多少啦 但是我覺得是 就是業界呢也都應該要出來說多些啦 就是做回收那些也好 我現在聽到飲食業界就很擔心啦 因為他們這麼多廚餘都不知道怎麼搞 有時候工人都不懂做 那其他做環保啊那些呢 大家都出來說多些啦 給多些資料給多些意見 那我更加希望呢 在立法會裡面呢 那些議員呢 都應該多些關心 因為這件事呢 如果處理得不好呢 是很大很大件事的 有些人就說 垃圾圍城啦 或者又甚至是 到處扔垃圾啦 或者是個個都喊了 那現在有些都沒有人開始 有些大廈又說要開始加了管理費啊這樣 哇 真的很大件事啦 那所以我真的希望 各方面的人都出來說清楚 而不是好像有個處長說 你要明白就明白的啦 喂 大家都不明白 區議員自己都說不明白 你就出來這樣打人 唉 我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在哪兒 在哪兒 我得到哪兒 可以打擾